欢迎收看订阅明镜时刻 川普曾经发酵了好语 在他就职之前 他就要处理恶务的问题 看起来他真的已经开始 非常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他这一段时间 已经打电话给泽伦斯基 已经打电话给普丁 甚至还提出了一个 800英里的缓冲区 在川普就职之前 恶务战争真的有可能解决吗 而且我们看到 川普之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曾经提过说 他觉得美国最蠢的事情就是 你怎么会让中国跟俄罗斯 两个人集合在一起 中国 俄罗斯 伊朗 北韩 结在一起 那根本就是美国人的一个噩梦 现在他曾经讲过 他要劣解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处理完俄务战争的时候 他真的有可能劣解吗 甚至他曾经写过一本书 他说下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一个交易的时代 他曾经推崇说 尼克森就是一个交易的高手 而我们知道 尼克森曾经做了一个 化时代的转变 他曾经做了一个联中之二 去劣解中国跟俄罗斯 现在川普有可能反其道俄行吗 从过去的联中至二 现在变成联俄至中 这个世界又要出现 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 两位朋友在帮手里的 财经专家黄泽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每一道 电视报总统的吴志强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资政美典赵宇轩 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资政美典刘一峰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东海大学的资政美典赵宇轩 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 川普之前 他在接受卡尔斯的访问之后 他就明白表示 对美国来讲 最蠢的事情 就是让中国跟俄罗斯团结在一起 而且看来 看看这些资政美典赵宇车的 他们让俄罗斯 中国 亚 亚 南韩 南韩 和其他人 去结合成一群 这一种不可能 他说的一种你永远要发生 是你永远要网斯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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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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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知道 川普是个狂人 他常常去发很多的狂语 可是他们要得怎么样 他的狂语其实都有连接性的 而且你就觉得 他很多天马行空不可思议的东西 他居然最后可以贯彻到底 这次在接受所谓的卡尔森的访问之后 他讲得很明白 我就是不能让中国跟俄罗斯 两个团队也在一起 因为他也讲说 我在就职之前 我会去处理恶物的问题 没有想到 这已经变成了他一个最高战略了 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说话 美国曾经用所谓的连中制恶 来牵制俄罗斯 但是现在川普2.0上台之后 他准备要进行叫做连俄制中 也就把他准备来跟俄罗斯走在一起 而且你看他刚才讲 你说这个路线很清楚了吗 对 他刚才讲得非常明白 他就说拜登实在有够愚蠢 他让什么 他让中国跟俄罗斯两个人连接在一起 他说我们绝对要拆散他们 他甚至来说 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天敌 Nature enemy 他们领土那么长 他们两个本来就应该要互相有仇了 我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这有够蠢 所以他现在接下来一件事情 而且他特别强调 中国跟俄罗斯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是对美国最危险的事情 那他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说 怎么办 就不能够让这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虽然现在 保杰娜他第一件事 你看他打电话开始打给谁 他这个礼拜的时候 这个礼拜内 已经跟哲罗斯基通过电话 也跟普丁通过电话 你看他已经都跟双方通过电话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已经在处理 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了 我刚刚当选 通常都是美国总统 等着别人打电话给我 我现在急着跟哲罗斯基 跟普丁通话了 我们看 是他跟哲罗斯基通话说 非常有意思 马杰娜 伊隆马斯克也参加了这个对话 那因为为什么伊隆马斯克参加对话 伊隆马斯克就说 你再打下去 有心恋 心恋搞不好不给你 所以他讲 伊隆马斯克来参加 就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他故意不开了这个关系 故意让这个伊隆马斯克进来 他就是告诉哲罗斯基讲 你不要忘了 心恋在我手上 伊隆马斯克跟普丁也有交情 他现在对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认为也不要打了 所以让他来讲话 搞不好他可以压制住 这个哲罗斯基的想法 另外一个 跟普丁也通了电话 你看普丁前几天才说 那个真汉子 我可以准备好跟他通电话 果然两个就通电话 但是通电话的时候 普丁他也不是跟普丁好也好 是他说什么 你不要再让 这个神奇扩大了 不要再扩大 然后他又说 你不要忘记 我们美军在欧洲也有助军 所以等于是他也对他也吓得 这个甚至恐吓他 所以我对普丁也是棒子跟胡萝卜都有的 所以两边现在我都已经开始按来了 我都已经两个跟你谈判了 好 那根据目前为止 川普政府他们内部的这个 这个和谈计划是什么呢 对 可能就预备在这个地方 这个过去是乌克兰领土 这个过去是俄罗斯领土 中间 目前为止他们战争的区域呢 画了一个场大概800英里 然后可能目前为止都把它变成是非军事区 然后呢 乌克兰呢 20年之内不能够加入北约同事之间 我们会提供给乌克兰武器 用这样换彼此之间 愿意协调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搞一个非军事区 而且他讲的这个非军事区 是有强烈军事介入的 让两边都不能蠢动 对 未来可能联合国进入或是欧洲进入 我们不管 反正美国不会介入 所以你看 他现在急着要处理俄乌战场 显见 他真的要进行什么 联俄自宗 好 所以我们曾经讲过 美国总统上任以后 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大战略 而你说他的大战略 在这个卡尔森的这个访台里面 就非常清楚 你说你看拜登那些人多么愚蠢 拜登那些人居然让俄罗斯 中国伊朗跟北海聚集在一起 他们讲他们是天敌 他们聚在一起 对我们来讲 对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好 你看事实上川普 我们就说他还是个伤人 但是其实我必须说 他非常有战略眼光 你看他怎么讲 这些愚蠢的人 他们允许俄罗斯 中国 伊朗 北海 还有其他国家聚集在 你看他曾经跟北海接触过 他也跟中国接触过 跟俄罗斯接触过 跟伊朗也接触过 所以你看他其实是要用个别突破的方式 不能让他们结合起来 我要分额时机 对但是你反而让他们结合在一起 然后你就说你看 我最不希望看到什么 俄罗斯跟中国联合在一起 然后他说他们是天敌 他们允许他们聚集在一起 这多么危险的事 现在他讲了很多 保险你知道他讲什么吗 他说你看俄罗斯的领土多大 那中国人那么多 所以他说中国一定会侵占俄罗斯的领土 那尤其是他们过去 有非常多的历史源 所以他其实讲了很多 历史上面的典故 所以他不是挺空想象 他是有真的深层的战略思考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才说 接下来真的 中国你要绷紧神经了 而且你刚刚讲到的 我在下这个棋盘 虽然他们说已经不是下棋的时代 可以总是有个棋盘 这个下棋的棋盘 第一次就是在俄乌战争 刚刚讲他已经跟泽伦斯基 还有普丁 两个人都通上电话了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的 他第一个时间 就要把俄乌战争解决掉 把俄乌战争解决掉之后 他才能够全力对付中国 没错 他为什么要解决这个俄乌战争 因为第一个 他说了 我们已经因为 乌克兰提供1000亿美金 他认为说 我们这1000亿可以拿来 这个改善人民的生活 所以这个某些部分 也让他得到非常多的这个选票 但是他的主张 还有他目前为止报道出来 当然现任非常跳脚 譬如说像拜登 拜登就说 我会跟他说 你不要这个 千万不要放弃这个乌克兰 甚至目前为止 北约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就说 你不能够让俄罗斯胜啊 所以目前为止 他们这边来说的话 还是认为说 你不能够放弃 所以未来还是互相交流 不过 这时候一个有意思的 可是川普不会听他的啊 这个有意思的出现 保险上 因为大家都知道 川普上来之后 会结束俄乌战争 所以现在这样 俄乌双方开始 加大火力互拼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现在拜登也说 赶快 我再给你三十几天的自由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给你武器 那你要 他要打 为什么 双方现在都知道 我们要坦白的时候 就是要在战场上面 获得最大的成就 对 所以你知道这几天 哲伦斯基说什么 我们要和坦可以 但是我们要武力 跟外交上面 我要并进 所以就说 边打边坦 对 他现在加大攻击 你看这几天的时间 俄罗斯 乌克兰开始 对俄罗斯展开 所有最大 从这次战争以来 最大一次的战争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个所谓 四不一样是客 日驾这个军机 这个无人机也进入到这里面 然后还攻击什么 还攻击李海 你看 他开始慢慢攻击 越攻击越远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拜登也可能说 好 那我就开放所有武器让你去打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欸保洁 这个俄乌战场来说 反而短时间之内 因为要和谈的关系 大家双方会把这个战事拉高 甚至俄罗斯也加大了攻击的力道 双方一定要准备在 真正登上谈判桌之前 我要占领最大的领土 不是 当然大家还在质疑说 川普 你我们这样的执行力 你我们这样的意志 你我们这样的灌生力 真的敢去 去宗此恶物战争吗 你说看一个人的态度 川普的长子 小唐纳川普 欸他居然直接 跟泽伦斯基嗆一下 到泽伦斯基还在那边哀说 欸不行啊 你不能背弃我们啊 这个再次会影响到世界秩序啊 他直接讲 你只剩下38天的存量了 当川普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验证一件事情 现在的川普呢 是全球最强悍的领导人 而且整个世界 都在掌握之中 我说了算 对 我老子 你不要来威胁我 对 你少来说这一段 为什么 因为以前总是乌克兰的 不断的拿这个战况 跟美国渔曲以求嘛 要什么 要五毛 要什么东西 哎呀 我又怎么样 我又怎么样 反而变成美国被他制衡了 但现在跟你讲 少来这一套 现在由我发号施令 为什么 因为川普中尼呢 他的重要性在于说 第一他JD Vance 我想对他父亲影响力非常大 JD Vance也是他推荐的 而且他讲的话呢 你说 美国的副总统JD Vance 本来不是他 本来有很多人争取 是因为 小唐纳川普 权力立体 代表说他对人事权 有绝对的影响力的 因为本来大家还讲说 Marco Rubio啊 其他人也有可能 他就没有突然就跳出 一个JD Vance 而这个背后的 我们讲幕后推手 就是他的儿子 Trump Junior 所以这时候Trump Junior 发表这句话 别具代表性 他是要干嘛 当然第一个 政策乌克兰 意思是说 你只剩38天 就会失去你所有的军援 你的零用钱 你的相关的军粮 对 最后通牒 你要打 给我现在赶快去打一打 否则我到时候直接断 我战争 我要他结束 就是会强制他结束 所以现在是 你们都要听我的 要听我的 不要跟我在喊口了 对 那像你看 哲伦司机有没有吓坏 有啊 哲伦司机吓坏了 马上突然讲说 不是啊 可是丧失人命的 都是我们的国家 你现在一直跟我们讲说 等战争到时候 我们先停一下 停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谈谈 说我们是谁 我们现在死的都是乌克兰 但请问一下 川普理不理他 不理他 我谁理你 我现在美国利益至上 美国优先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Joe Biden 你不要开我玩笑 所以换言之 有没有烧到协会 有 但另外一个层次 讲白了 现在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 有没有全方位大解放 有啊 也是大解放啊 你爱打什么 所以你说现在川普上台了以后 跟之前的拜登 或跟之前的美国总统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你甚至讲说 为什么这次海利 跟蓬佩奥 两个人没有入阁 而且是川普直接 直接要直接指 讲到那个代表什么 他说原来蓬佩奥跟海利 代表这小布希时代的 新保守主义 他们两个还想说 我要战争 我要当世界警察 我要维持世界秩序 可是 对川普这些人来讲 已经没有世界警察 已经没有世界秩序 只有 美国利益优先了 现在的美国是什么 只有一种美国 就是川普的美国 来 各位很罕见的 我没有听过内阁 发布人士消息 对不对 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 哎 发布说我不要谁的消息 你仔细看 这是川普他主动讲的 在一篇文章出来说 哎呀 他说蓬佩奥出局 out 都会发布这个新闻 结果这个新闻 马上拿去问 问相关人士之后 没想到川普 一个半小时之后 就发文了 所以代表是什么 串毫的嘛 串毫之后他就跟你讲说 哎呀我很尊重这个蓬佩奥 也很尊重这个海利啊 我很感谢他们过去的贡献 但是我不会代用他们的 保际哥你有看过这种怪事情吗 如果你不用 你不用就不用了 你不用你的名单 没有他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你要这样主动讲的话 那是很羞辱人的 对所以我跟你讲 川普真的这种点不是在于黑利 也不是在于蓬佩奥 他这种点在哪里 你们过去的这种新保守主义 各位新保守主义就是说 以前美国总喜欢当世界警察 以霸战争你打仗 那以后我出钱 我给你掏钱 出钱出人出力 你无二战争打仗 我也来管 那那个概念就是说 比如说我借由乌克兰 来去制衡俄罗斯 我借由以色列人 来去打击这些中东的势力 来维持我美国新警察的霸权嘛 但请问一下保险哥 有没有成功 把俄罗斯跑到谁那边去了 跑到中国 跑到跟中国当好朋友 所以才会我们刚刚看的那张谈话嘛 川普为什么生气 说我没有看过这么愚蠢的 把俄罗斯跟中国推在一起 所以他认为新保守主义 这个人 蓬佩奥我借由海利 这两个跟你讲 这套不行了 我们现在要玩的是什么 新孤立主义 什么叫新孤立主义 所有的一切都是谈判 对不对 那所有一切呢 都是纵横 所以我们讲川普是新的纵横家 你知道什么叫纵横家吗 以前呢包括我们讲尼克森 跟小罗斯福 这是我们讲川普自己亲口 在书里面写的喔 他说他很尊敬 为什么 他们有办法用交易的方式 不要忘了 川普过去曾经是生意人 交易的方式 获取美国最大的利益 所以未来呢 他要透过所谓的联俄 我们讲的干嘛 至终 以前是联中至恶嘛 未来我联俄至终 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各位可以干嘛 来获取我美国最大的利益 因为川普在2000年的时候 曾经写过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我们应得的美国 我们应得的美国的时候 然后他曾经讲过 下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因为过去美国从尼克森开始 到布里奇斯基 他们都觉得 世界是一个大棋渠 以我这么大的国家来讲 我就是要把下去 我就不去 他说下棋的时代过去了 下来谁做 要有交易专家做 交易专家是谁 小罗斯福跟尼克森 他说 这是两个最伟大的交易专家 他们打开了 跟中国的关系 还有对付中国 代表什么 过去那个时间 尼克森本来是可以反共的 可是我可以为了 治狠俗二 我连终治二 现在他可能就反过来了 保雷哥 这个两个人呢 是川普呢 最我们讲引述的两个人 为什么 这其实有代表性 第一个我们讲小罗斯福 小罗斯福跟现在的 我们讲川普的概念非常像 当时是什么 警戚大消息 所以他们就要急需 从政内需 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这也是川普 他的理想之一 而另外一个就是尼克森 我们刚才讲到 连二之中 但连二之中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以前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是 所有的人钱物力 全部我出 你来听我的 但未来川普说我不搞这套了 我玩交易 我呢不用出成本 我跟俄罗斯联合 目的是我什么 制裁中国 那我跟呢 包括以色列呢 全部串联在一起 为了什么 压制中东势力 所以未来的美国 会变成单边主义 我一边一边一边谈 新孤立的意思是 我孤立的对象 只有一个未来 我整个美国 只有一个人 听我川普的 而中国就是 会被我孤立的那一个 所以 刚才讲 川普上来以后 很多的价值 很多的概念 很多的战略 都跟过去有这种 翻田覆地的大变化了吗 对 最重要 我们要先 第一点要先谈川普 川普 今天的川普 跟上次川普 不一样了 不一样 什么地方不一样 因为他取得一个 绝对优势的胜利 今天川普已经不是 美国总统 他是美国的皇帝 那美国的皇帝 就在跨运程中 就变成地球的王 他是这个地球的 最大的王 对不对 那请问你 这个地球王 他会对所有 处理这件事情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姿态来处理 会用什么方式 主导吧 完全我主导 对 主导权全部在川普身上 刚刚提到他的儿子 这个小川普 现在放话 对 他跟哲伦司机讲 你只剩下38天的存量 你只看到他的讲法里面 那是正话反说 什么叫正话反说 哲伦司机又打电话给川普 跟川普怎么讲 贼伦司机跟川普私下来见面 在到川普的这个办公室 对 在那个选举过程当中 他承诺他什么 你知道吧 用实力来换取和平 是贼伦司机 最近从不开放出来的话 对对对 感谢你跟我见面 我非常相信你那个 以实力换取和平的言论 好 你现在看 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了 他现在开始是在催他 对不对 但你看到目前拜登政府 做什么事情 解除所有的乌克兰 对俄罗斯的武器的限制 可以打哪里了 乌斯科 可以直接打乌斯科了嘛 所以未来38天里面 发生的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会用现代化的火力 给俄罗斯的本身的领土 对 包括乌斯科 包括乌斯科给予非常残酷的攻击 然后攻击完了之后 那个时候所残余下来的边界线 才是谈判的线 对 因为我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肯定了一句话 川普不可能去割地赔款 跟普丁合作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他怎么跟普丁下台阶 怎么让这个战争结束 战争结束是他高时代 是刚刚提到一个 我在上礼拜五提过一个概念 对 普丁要什么东西 普丁要两个东西 一个要国家的安全 对 所谓的北约东扩 第二个是他国内的声望 他把普丁的声望 把它固好了 对 然后北约东扩的问题解决掉 对 所以马上传出来了 他乌克兰20年内 不会参加北约 加入北约 就变成中立国 对 乌克兰变成中立国 一个很大的缓冲带出来的话 那这个时候北约东扩就停止了 对 这个川普一定会答应他 这普丁一定会答应他 川普一定会答应 北约是在川普手上嘛 所以北约东扩是 但是你要注意到 第二个反应 当开始他们警告说 我不给你钱的时候 最激烈反应是哪个 是从哪里发生的 从哪里 欧洲发生的 北约吓死了 冯德莱恩马上开金车会 讲什么话 我要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不是 买美国天然气 买美国天然气 那我开车去问我吓一跳 不是制裁俄罗斯吗 对啊 怎么会不开始 买天然 怎么开始除了俄罗斯 你还在买俄罗斯天然气啊 你不是在俄罗斯打仗吗 所以这个国际政治多邪恶 一边打俄罗斯 一边私下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到今天我们才发现 然后他们现在怕川普生气 像买美国天然气 我还开始考虑要买美国天然气 拍马屁了嘛 所以欧盟这些领袖的 两面的邪恶 在这边被一次朝水退了 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嘛 所以这一次被川普逼出来 川普你都不理他们 就直接跟普丁跟德恩斯基谈嘛 所以说北约一方便 要美国加入这个战争 一方面希望用这个战争 拖垮俄罗斯 但另一方面 又跟俄罗斯买便宜的天然气 对 就表示这个是一个 整个是一个game嘛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战斗 这都是你欧洲惹出来的祸 所以川普的方式 他就用一个强势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因为 从全球大战略来讲的话 他必须要软化中俄关系嘛 因为这个中俄一朝 这个四个邪恶联盟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牢固的 比过去这个冷战时代 更牢固的一个集团 所以他一定要破这个局 他要破这个集团嘛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再来看 他破这个集团 他这两天他打了一个什么牌 我一看就知道嘛 这台湾牌嘛 他打台湾牌嘛 台湾突然间提出来 他要去买F35啦 对 怎么会买F35 我跟你保证川普不会同意嘛 后来我看懂了 可能通通不会发生 但是那个叫做台湾牌 威胁中国 他现在跟中国谈判 因为他如果跟中国 提出60%的关税情况之下 请问你北京会不会反弹 北京会报复 会报复 一定会报复一定会反弹 他现在旁边的一堆消息出来 他要打台湾牌了 他可能跟耐赏通电话 他可能要卖F35 他都不是他讲的 都是第三者讲的 跟他都没关系 那习近平就不敢齐举妄动了 报复行动就开始弱化了吧 你怎么敢报复呢 对不对 当然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回头过去看 他上一次把以色列大使馆都签哪里 签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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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美军在外面部署好了 准备打仗 他知道你阿拉伯可能会反台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莽撞之徒 但他开始要打台湾牌的同时 他的军队的实力会放在后面的 这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你再看一个中东问题 这个更可怕 突然间 哈马斯的大老板 窝藏哈马斯的最大的东西 卡达 卡达 突然间发个声明出来 不再包庇哈马斯 通通驱赶助力 我要赶走他们 赶走 赶走 包括什么你知道吗 金钱 因为哈马斯的所有的财富 有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 存在卡达 那他的新闻稿我看得很清楚 他说是美国叫我们这样做的 那我就想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那过去拜登有没有叫你这样做 有这样做 那如果美国有这样做的话 他懂就叫你这样做了 这个美国是拜登 拜登说你不做呢 为什么今天开始做呢 川普上来你就做了 为什么 川普不做他会怎么样 他会怕死 他倒霉啊 他倒霉 他知道 他知道川普会让以色列人到卡达去杀人 他到卡达去杀你这家伙 我会开绿灯 他给你开绿灯 进去卡达干你 更难看 从此卡达完蛋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局面 所以川普的决心 川普这个位阶 跟他的决心 跟他这个讲话算话的杀伤力 造成全世界的震荡 好邱老师 刚才讲这个世界 真的因为川普这样子 有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变化 而且如果他真的去处理俄乌战争 那以后美国跟俄罗斯 美国跟中国 美国跟北约 所有的关系 都要从头再来了 其实刚刚吴董讲说 川普绝对不会让乌克兰割地赔款 那这也对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方案都已经出来了 刚刚也稍微提到 就是说让800英里的这个 乌冬这个地方 成立一个非战区 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45年 南北韩的38度线 就有这样的idea 这个不是什么新的idea 所以你现在把二污之间的那条线 去想象成南北韩的38度线 对那对于普丁来讲 他其实有占领这个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嘛 然后又有克里米亚 2014年就占领了嘛 那主要是这个赫尔松这地方 所以他们会希望 普丁会希望说这个克里米亚这地方的 这个物资的援助 可以从莫斯科直接来 他想把他连成一气 但川普绝对不会让他答案这件事情 所以让这个地方变成是个非战区 其实我觉得如果这真的能够谈成 也算是一个有创意 而且还OK的一个情况 只是对于 那个泽伦斯基来讲是很不堪的 因为等于就是说 已经住在那边的乌军 已经住在那边的俄军就是不退了 对 那个地方就是实际上就变成他在管理 那就僵在那边变成是一个 有点像中立国一个非战区 但是里面呢 可能会有北约的这个势力进去 其实这样对于 那个乌克兰将来 如果俄罗斯再打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嚇阻力量 也就是说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我就是要你乌克兰做一些忍让 叫一些退让 所以他儿子 才会对泽伦斯基讲这么重的话 他会告诉你说 我对你的不是空头支票 我对你是有限度的 而且我对你的支票 只剩下38天了 对 那你刚刚讲到 想到唐纳川普 就是Junior Trump Junior Trump这个很妙 因为我们台湾媒体 其实讨论他篇幅没有很大 他为什么妙呢 你如果看Junior Trump 在他第一任的时候 跟那个 这个其他的一些幕僚 其实都是很核心的 那Junior Trump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立场 就是他对台湾立场是比较摇摆的 曾经有一本书叫做天下大乱 他里面有提到说 这个其实当时候 蔡英文跟川普通话的时候 当时候Junior Trump的立场 是比较保留的 可是呢在2020年 那时候疫情发生之后 然后不是把川普搞到选举落选吗 那时候Junior Trump也在发文说 其实美国应该承认台湾的国际地位 所以Junior Trump的立场比较摇摆 可是你长期看Junior Trump 还是比较偏顾利主义 所以基本上Junior Trump的这个立场 其实就像刚才前面有人讲到 他就代表川普的立场 那我顺带一个小小的 所以现在有人讲说 他为什么不要蓬佩奥 他为什么不要海力 不只是因为这两个人 曾经在选总统的时候挑战过他 更重要的是 他们代表的是旧的共和党 旧的共和党那种新保守主义 我要当世界警察 我要维护世界秩序 我要花很多钱在别的国家 川普现在 等于说我去处理这个蓬佩奥 最大的事我已经没有了 全世界只剩下美国优先了 对第一任的时候 还有Ivanka 她那个很漂亮的女儿 一起做决策 但这一任看起来 Junior Trump是 完全是可能是掌握主要的 那我讲一个小小的笑话 Junior Trump之前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 不是在麦当劳打工吗 对 那川普现在选当总统了 Junior Trump昨天 帮川普发一个辞职信 给麦当劳 说很抱歉 我们在离职之前 会把我们弄坏掉的 冰淇淋机 我们把它修好 我们再走 可见你看Junior Trump 跟川普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好 好不是 刚才讲的 现在川普已经明白 才表示明火之兆 我就是要对付中国 而对付中国 你说现在是中国最糟的时间 中国是不是透过 人大团委会 通过十兆吗 通过一个四兆 一个六兆 你说这个东西 竟然只能应急 它不能从根本来改善 它光是要处理它的地方债 都不够了 所以现在网络站笑说 皇上认怂了 这不辞兆 本来说要大力出奇迹 结果拿出来是干嘛 拿出来借薪债 还旧债 只是在抵立席 让整个地方政府可以续命而已 因为所以 网络说 它其实十兆出来 其实也没有干嘛 其实都是六兆 是马上让地方政府去借债 接下来其他四兆 是慢慢让你再去 筹四兆人民帝债务出来 你说十兆还不够 所以什么大力出奇迹 要救经济 要砸科技自主 这个都没有 只是借债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债务实在太有问题 而且很多地方政府 都等着要续命 它总共地方债 有130兆 这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自己说的 对 高达将近130兆人民币 所以拿十兆 130兆人民币 等于这是583兆的台币 对 所以拿十兆出来 其实只能够续命 能够干嘛 其实为地方政府说 让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 能够少一点点 而且要准备力量 因为川普随时可能取消 最惠国的待遇 那我想说到底有多糟 到底有多糟 你给我讲了一个 我就怕我吓死了 你这里广东 广东以前是中国争取外汇最强的一个省市 连广东都惨了 广东连续34年来都是中国GDP的第一名省份 而且一个广东可以养全中国 加上上海这些 所以它是非常强的省 当年改革开放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嘛 所以它一直都是产值低的 结果现在广东发生什么事 广东省的地方医院这是每周 竟然连几百块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从去年开始就每个月 而且几百块的薪水都发不出来 接下来现在每个月 只有1000块人民币的薪水 医院快倒了 所以医护人员都在出来上街头说 你说我一个医院 我每个医护人员只有4431元的薪水 对 基本薪水 然后从去年开始几百块的薪水 奖金都发不出来中国地方的经济低迷之下 如果没有拿那么薪债来抵旧债 他们连医疗人员的钱都付不出来 所以非常的惨 所以搞得半天的六兆只是薪债抵旧债 对 我们来看广州 它自己都拿出来 广东本来是领头羊 现在变成吊成尾 所以我们看到梅州的时候有点亚异 看到上尾的时候有点亚异 怎么是广州 结果广东的经济增长率3.93 我们要注意这个数字 其实是它外贸大省 结果它现在是在中国吊车尾 只有一个深圳能够在全中国跑出来 其他的城市全部集体踩刹车 都追不上中国 中国大概平均5点多 只有深圳8点多 其他都追不上 所以整个中国广东省完全都掉下来 而且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 广东的出口 广东是出口大省 也是中国的经济橱窗 发生了什么事 广交会的时候大家都在怕 川普会不会有贸易税关税的问题 所以外国商人都没来 连台商都做什么事情 台商 跑去台商的摊位看 发现台商的前台就是那些招待人员 是金法美女 在做外国人生意吗 结果一了解 才发现是保加利亚人 因为 我要找做中东欧的生意 因为没有欧美的客人来 所以只好一带一路都来充数 那这些一带一路的客户 多的话就找保加利亚 但是订单的金额都很少 因为这些国家欠很多钱还不出来 所以外贸状况非常的惨 惨到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最有名的恒大跟碧桂园 都是广东的 所以我们去了这个地方 叫碧桂园的十里银滩 听起来很厉害 因为整个银摊 银色的沙滩有十公里 线到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地方 因为广东 桃园 你去看这个地方 我去看这个地方 因为桃园市的建商 接到当地地产 建商邀请 我大量出清 一户只要66万 这是台币 这不是人民币 你只要愿意来买66万 所以很多桃园建商的主团去看 为什么要去看 我连钢筋水泥的价格 都不止66万 去看这种 无敌海景套房 结果去看的时候 最后建商都没买 你知道吗 这么漂亮 一户66万我都不敢买 为什么不敢买 因为艺人独享千人社区 你去买了鬼城之后 怎么卖得掉